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23日星期二 今天跟大家谈几个人物的最新动向 陈敏尔 肖建华 司法兰和胡锡进 陈敏尔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重庆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二十大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按照习近平的意思 他要么进入常委会 要么是继续当政治局委员 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还有平行移动到上海 当上海市委书记 继续当政治局委员 如果李强入京的话 但是他现在可能遇到麻烦 那就是重庆现在被山火所包围 实际上当地人说陈敏尔被山火所包围 有可能影响他的仕途 因为现在中国是高温热浪滚滚 重庆是首当其冲 火炉变成了炼丹炉 温度是高达45度 连续几个星期不退 由于高温导致河床长江 嘉宁江河床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水位降低到历史最低 但是相应的是 水位降低 缺水 干旱 但是另一方面 山火爆发 到处的树木 干枯 庄家 野菜 野草都在干枯 干枯稍不注意就起火 起火这就是连绵的起火 都知道重庆所管辖的是3100万人口 原来由重庆和福林 万县 现在叫万州 福林 这些地区组成的重庆直辖市 是直下势里面管辖范围最大的 福林那里到处都是山火 此起彼伏 本来前两天说一些山火扑灭了 结果突然又死灰复燃 又燃起来 而是沿着山极县 到处燃烧 在重庆周围 原来是县 后来划成重庆的区 到处都在起火 什么北贝 什么江津 什么大族 只要你叫得出名字的地方都在起火 什么南门都在起火 此起彼伏 刚好这里下去泪流上来 结果突然发现山火沸腾 而从前来是个山沉 却没有适当的救援的工具 很多人幻想 以为山火起来了 就像美国或者加拿大发达国家那样 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撒一些喷料去灭火 或者是有其他一些灭火的措施 效仿队员 结果发现中国根本没有 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 直追美国 什么数据都在跟美国攀比 总产值 外贸 军事力量 什么科技 国防 都在跟美国攀比 甚至说并驾齐驱 甚至说东升西降 但是一到了关机 国际民生突然发现 跟美国差距太大 差距恐怕不是几十年 上百年的差距 比如关于山火 重庆现在就束手无策 既没有什么可以喷洒的飞机 甚至连消防方面都没有这方面的装备 干灯眼 结果他们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消防队员和动员当地的民众去砍隔离带 把这些树木砍掉 砍出一个隔离带 避免这里起了火 避免蔓延到其他地方 叫砍隔离带 但是砍隔离带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发现工具不够 所以砍树你需要钢具或者油具这两种 所以这些装备严重的缺乏 即便是外省资源都不够 而且钢具和油具很容易折损 你看树多了 拘捲多了 他就是折卷 就耗省 就不能用 这个山火蔓延的速度超过人工去砍隔离带的速度 所以人工砍隔离带不够 所以现在重庆到处是一片火海 重庆境内 在整个重庆 万州 福林这些众多县 众多县 市区这些境内 到处山火蔓延 山火蔓延之后 水利部的当委书记都到了重庆 说跟重庆领导去座谈 座谈有什么用 你怎么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说陈敏尔急的抓耳扰山 也假装去看看农田 晒焦的农田 假装看看农家 说厨房里有没有出水 假装东奔西跑 但是问题是你东奔西跑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现在当地的说法对陈敏尔是严重的考验 如果山火处理得不好 高温热浪处理得不好 可能影响他二十大仕途 因为党内的反习派可能拿来做文章 上海由于习近平强行封城 饿死人 困死人 医疗崩溃等等 已经是给李强 习家军任务李强带来困境 现在作为另外一个重镇 习家军重镇 重庆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陈敏尔可能面临李强同样的困境 所以陈敏尔入常仕途 或者是习近平对他的期望有可能打折扣 而陈敏尔现在表现得非常古怪 说在习家军里面异常的低调 低调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习近平想连任 不想设接班人 陈敏尔知道了 就千万不要出头 不要高调 免得习近平认为他有野心 想到接班人 再一个低调的原因是重庆出了很多的事情 他高调不起来 特别是他的副手 公安局局长兼副市长邓恢林参与了江苏的刺习大案 说搞到陈敏尔是灰头土脸 就是自己的副手居然要刺习 再一个就是反习派对他的围剿 他原来主政贵州的时候留下的种种烂尾工程 都被齐抵出来 独山县 400万人民币的烂尾工程 还有其他什么水师楼等等 所以他可以说是灰头土脸 焦头烂耳 再加上习家军内部的竞争 李强又超出他 后来居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敏尔只能选择低调 所以看到习家军都在给习近平争相 抬轿 奉承拍马的时候 就是陈敏尔异常的沉默 从大概2018年之后 他就没太给习近平抬轿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现象 也许他在以退为进 想效仿一下胡春华 胡春华加着尾巴做人 以退为进 主动求退 反而能够得到提升 所以陈敏尔似乎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但是有些人认为 特别是重庆当地人认为 说陈敏尔能不能过眼前这一关 高温关 热浪关 山火关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山火在包围重庆 说重庆晚上的天空都被照红了 因为到处周围都是火 这个山火也包围了陈敏尔 搞不好就烧掉他的仕途 仕途到此为止 弄得不好就跟湖北省委书记英勇 就像习近平的亲信心腹一样 突然试图终止 当个闲差 找到一些被中纪委国务院抓住的理由 就试图到此为止 沉迷而面临同样的风险 另外一个人物是肖建华 肖建华都知道是共和国第一大案 明天系的掌门人金融大鳄 前秘密的审判 判了13年 是清判 被非法绑架回来 非法关押5年半 最终被判了13年 都知道他被判写的主要原因是透露了他帮习家主打的财产 习近平的姐姐姐姐夫在他的明天系里面 跟秦川大帝交换 收购股份等等 有交易 他在香港承认 结果被习近平派便衣公安 便衣国安绑架回来 他的花拳 绣腿的美女保镖起不了作用 回来之后一关就是5年半 现在终于判了 结果之前的人说了几个细节 习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倒不是其他家族 其他家族影响不了 因为绑架是习家族干的事情 非法关押 习近平干的事 最后秘密审判 在国内资子不报 也是习近平掌握的党媒党报 要污住这个盖子 所以对习家族不利 软着陆 轻派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知情人士讲 肖建华帮习家族打理财产倒也罢了 但是肖建华在商人圈 金银圈 朋友圈 有一个外号 一个雅号引起了习近平的不安 他的雅号就叫伟大领袖 所以有人看到说肖建华举杯向马云住酒 还有人说看到肖建华跟其他商人 娱乐界人士交往 另外还看到他跟很多朋友 接触他的朋友说他实际上是平易近人 并不买价值 对人还挺亲切 友好 随和 但另一方面人的感觉是他非常自信 甚至自信到认为他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所有上上下下都能搞定 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 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 他随时出入他们的家 他们的老婆也都给他做饭 最后连习家族他都畅行无阻 所以周围的人都把他叫过 有个外号叫伟大领袖 接下来他说并不叫肖建华 也不叫建华 也不叫肖总 就是很幽默的叫伟大领袖怎么怎么样 一口一个伟大领袖干一杯 伟大领袖到这里做 伟大领袖我们怎么怎么样 这个雅号显然刺激了习近平 这个叫做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或者说一国不容二祖 一三不容二虎 就凭你这个外号 习近平就睡不着觉 寝室不安 非得把他拉下不可 这是知情人透露出来的一个隐秘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说肖建华跟曾家并没有多少关系 比如说曾伟被关押期间 他反而批清了这个关系 为什么呢 说他为了显示他的关系四通八达 就说了一些他跟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有关的事情 结果说只是朋友 好朋友而已 他跟很多红二代 太史党都是好朋友 然后他吹了很多牛 吹牛之后就弄得外界的信以为真 其实跟曾家说反而关系不大 反而他跟习近平家族和其他家族关系更多 所以这里面的细节很多 也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心思 心眼小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因为透露习家族的财产 再加上有了一个伟大领袖的称号 那习近平绝对不会放过他 所以现在都判断了 果然跟我的判断一样 行内人士 内部人士的透露 说肖建华是轻判了 看上去软着陆了 大概保下了习家族 但是他未必能活着 走出监狱 如果说被做掉 被杀人灭口是毫不奇怪 就跟薄熙来的白石套徐明一样 判四年半出狱前突然被做掉 家属赶去只能看到骨灰和所有的东西都死无对证 相当于毁尸灭迹 灭迹 所以肖建华还是凶多吉少 另外一个人物是司马来 司马来还在继续出事 丑闻越来越大 雪球越滚越大 现在又滚出一个雪球 穿和服的丑闻 他前不久才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莫言 说莫言是亲日媚日 有些言论或者书籍 还说莫言的粉丝亲日媚日 据说还跟莫言的一个女粉丝对话 甚至涉及到性骚扰 涉及到对方的隐私等等 但是现在查出了司马兰穿和服 他是2018年去日本游览的时候 说穿和服 喝清酒 日本清酒 居酒屋大慈大喝 非常的享受 还照了一些项面发 说还写了相当多的一系列的文章 叫做什么东京风情 日本风情等文章 纪念他的日本之行 现在被人翻出来了 他也穿和服 因为前几天才发生了一个苏贞女子穿和服 被警察弄走 又是脱衣服 又是脱袜子 脱鞋 不知道究竟想看人家身体哪个部位 闹得沸沸扬扬 这位女子上网 冥冤 意思是说你有什么权利 是我的衣服 有什么权利怎么怎么样 结果还受到小粉红 老粉红全网攻击 以至于这位女子不得不道歉 但是中共当局看到事情闹大了 最后居然就反过来了 说这些老公安 老警察又上门退回他的和服 退回他的袜子 退回他的木脊 十字木拖鞋 那我说他是二次性侵 因为你上门干什么 是不是想联想一下这个女子的穿着 想再再看看人家身体的曲线 A不S S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都是非常古怪的现象 一个女子穿和服 受到这么大的攻击 大家都对比的是铁连驴 铁连驴 小粉红 老粉红不以为意 铁连驴可以 穿和服不行 这是所谓的爱国主义 但是司马兰穿和服该当何罪 所以进一步的看出了 司马兰这位所谓反美斗士 反日斗士 什么爱国大威 什么挺共的 挺蒙人连任的 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十足的人格分裂 精神分裂 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精神变态 所以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比比皆是 所以这就是司马兰的真实面目 所以这样的丑闻恐怕还很多 要滚雪球滚出来 所以司马兰现在是没完没了 民间对他围剿 当局也在围剿他 这就是爱国大威 反美斗士的结局 当然还不是最终结局 说是出逃 被边境截留了 又涉及偷税漏税 还涉及违反外汇管制条例等等 会不会受到法办 会不会投到某个大牢 杜国余生都很难说 当然进秦城也说他不够资格 他只是任了代表共产党员 公务员 演员 主持人 网红 要说他到秦城跟薄熙来作伴 恐怕资格不够 当然他是很想 因为他是很崇拜薄熙来的人 再一个人物就是胡锡进 两个人出事了 胡锡进还在刁牌 司马南被禁言了 孔庆东也被禁言了 这三剑客里面的第三剑客 极左三剑客 毛左三剑客 反美三斗士 胡锡进还在发言 他最近又发什么言呢 那就是因为到处都缺电 停电 特别是成都很严重 现在上海的外滩也突然决定 说晚间停止 景观照明 大家议论纷纷 是说停电了 缺电 限电了 要限制一下 结果胡锡进跑出来说话了 似乎又来说成一个好事情 他说的好事怎么说法 结果遭到网民的讽刺挖苦 他居然这么说 对上海的停电了 他说 中国是个超大家庭 一方有吉 八方不安 并且都应出手相救 相助 上海外滩省点电 给人这样的强力暗示 所以外滩暗了些 但暗得让人心里暖乎乎的 上海外滩暗了 对上海人民不方便 同时大家知道上海是从四川得来的电 现在四川有难 你本来就应该有所约束自己 结果胡锡进说 暗得让人暖乎乎的 那好 按据这样的推理 重庆山火到处山火 那是烧得让人暖乎乎的 烧得让中国人民热乎乎的 看重庆山火烧得多好 或者说成都停电 到处是高温 然后很多人必须居家办公 甚至没有空调 到了政府部门办事发现他们开着只有20多度的空调 官民对照 是不是说老百姓觉得暖轰轰的 政府至少在工作吧 在上班 或者说停电 停得大家暖乎乎的 因为重庆山火 成都就是停电 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这样推理的话 就是有一个公式就出来了 就是中共网军 水军 毛党 自干五 或者是小粉红 老粉红 一句公式 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 就是背后的原因很暖心 让人暖心 铁连旅发生了 到处是一片同情之声 对当局的质问之声 五毛党也可以说背后的原因很暖心 表示有人关心了 如果苏州四女子被打了 下落不明 生死不明 那么这些五毛党也可以再说 背后的故事让人暖心 所以这回胡锡进是同样的一个公式 说上海外滩的灯暗得让人暖乎乎的 背后的故事很暖心 而且他怎样把中国算成一个大家庭 当说到其他国家的时候 好像是生死对立 生死对仇 你说到美国 说到日本 说到别的国家 好像大家都不住在一个地球上 不是地球村 不是人类 说到中国内部 非给把大家捆绑在一起 什么大家庭 超大家庭 试图要把中国人民的独立人格 不同的区别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喜怒哀怒给全部抹杀 成为一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他被网民构陷的地方 构病的地方 另外他又在说什么 他就趁机说 他有时也觉得中国人与当代的小国寡民几乎不同物种 做中国人有更多牵挂 更大的时空感 更多喜怒哀怒的情感素材 更多人生戏剧性的可能 总之中国的市井最有情调 中国还给报复和天下情怀创造了巨大空间 在他看来 中国是个大舞台 每天上演的闹剧 丑剧 悲剧 在他看来都是巨大的时空感 很有情感 很有戏剧性 不是说中国是个大国 不是小国寡民 是说周围的国家 不管是日本 韩国 或者是东南亚国家 都不能跟中国相比 而中国才是个大舞台 可惜这个大舞台出的就是洋相 就是丑闻 就是悲剧 就是闹剧 丑剧 但是在他的笔下进行了罗曼提克的美化 反正一句话 背后的原因很暖心 所以这次说他又翻车了 比如说人家说上海 上海是感同身受 所以才关灯的吗 这明明是被骂得不行了 并不说上海真的要同情四川了 还有上海舔着脸像四川药店的事就过去了吗 你怎么这么急就给上海歌功颂德 这又是胡叼盘 丧事喜办 胡贵进之所以这么着急 我觉得他有危机感 危机感就看到两个兄弟挂牢 前两天他还给司马来辩护 在美国美方又算什么 难道在美国买的房子就不能够反美了吗 他言下质疑 我胡锡进把私生子送到加拿大 也许在加拿大也买房了 你们终有一天会发现 难道我胡锡进在加拿大买了房 儿子媳妇在加拿大 我就不能够批评加拿大了 我就不能够爱国了 他在给自己预留台阶 他现在只会跳出来为断电 干旱 高温 热浪滚滚 还唱战歌 就在为他着急了 觉得是最后的机会了 要赶紧叼盘 否则的话说得轻一点 就是孔庆东的结果被禁言 说得重一点 就是司马兰的结果要外头还没拦下来 也许已经是铃铛入狱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